HELLO 大家好,我是童仔 YOUSIMI 今天是開箱 開什麼呢? 請 是我喜歡的章魚燒機 還不是它的色假 這個是我在網上買的章魚燒機 它還有燒肉盤 但最重要的是這個章魚燒機 因為我之前超想吃章魚燒 因為現在戴口罩我不太喜歡在街上吃 所以我每次都只有一個忘字 或者你每次吃完東西都... 即是你吃完東西才會看到那些店 然後你就會... 太飽了 對,但又很想吃 不如買回來自己煮吧 章魚燒機也有 但不是只有章魚燒機 還有些材料 來 好,就是這四樣東西 這個是最主要的章魚燒粉 因為我們在DONKI買的全包都有 它有面子的海苔 還有一些調味料也有 我們就需要用雞蛋和水 其實這個就是木魚還是茶魚 總之就是灑上面的 就是灑完上面的 就是這樣動來動去的 還有兩個醬 沙拉醬 還有醬魚燒醬 最重要的是 醬魚 好,材料已經有齊了 我們先做正常版本 為什麼會叫正常版本呢 因為我們一會兒會有一個小遊戲 玩什麼呢? 一會兒你們就知道 我們先做了 我們已經準備好食材、材料 諸如此類的東西了 那這壇東西是什麼事呢? 就是剛剛那包的東西 把水和雞蛋做出來 話說我們沒有那些工具 就是別人抹油那些 我們現在很炮 你用廚房紙 搓成一個球 直接用的碟子 裝著油 慢慢抹 十分好 其實做到同一個效果 你不用特地浪費錢再買 先放一顆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們這些是竹鳥章魚燒 外面要小顆 我們這些大大顆 放下去 太大顆了吧 竹鳥章魚燒 好害怕 完全沒有 怎麼看人家可以輕易轉 是不是因為它還未熟透 現在還是很水 你這一顆不攪 其實好像挺完美的 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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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撈一張 還是要保障 對,騙到人 不用補 這邊應該 轉圈 嘩嘩嘩 成功了 OK,辭職 立刻 開箱完燒泡 你弄了4顆 很不好意思 別人的東西 雖然它還沒做到很圓 但我覺得它很棒 主人,我幫你畫個愛心 多愛心感 它好像泡芙 怎麼了? 你現在說它的樣子不漂亮 扁踢踢 好,我們已經完成了4顆 試一試 先試一下 怎樣? 我夾不到 熟的 很好吃 很辣 很美味 到你了 剛才有這麼多GIGA 看你做得如何 我總是有正常 是 好,輪到我的時間 非常緊張 大家先看到我煮食 先喝點油 少少沒有大字 這麼少 倒了一點 差不多 不知道 你怎麼不提 我不會像你 你不是曲粉空主事人嗎 你生肥 搞得錯 我做大粒 要快手 寫出來 不是的 街邊的檔 都是這樣的 馬上翻 忘記放東西 不要 不要 這次要放東西 沒有時間放東西 快點 快點 沒有時間放東西 神經病 放東西又又放 快點 快點 讓它關火 OK 知道 在做 很忙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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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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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 吃多少 有沒有一樣 當然啦 原來張月燒 是不算煮食的一部分 因為他們懂得做 好完 好像比我還完 比較漂亮 我喜歡燒焦一點 有一點焦 黑漫漫的味道 我喜歡有這些 滑音 吃下去 很脆 很脆 很濃 我喜歡叉燒的黑漫漫 好 連我這四顆 都已經上來做好了 試一試 賣相看 真是你那個漂亮 但我那個不夠合口 好像是蝦笑 好像 好吃嗎 這是紅椒嗎 對 好吃很多 這個人一定是不喜歡 但都有一種辣辣的 少少辣的薑味 好吃 這是日本的 就是這樣 我竟然親手加了我不喜歡的 但這些 好吃 成功 好吃 接下來我們進行第二個環節 就是一個小遊戲 小遊戲 說什麼呢 我們預先已經準備了三個題目 就是覺得最適合張月燒的 最不適合的 以及自己最想加的東西 我們做完之後 就會把三顆給對方試一下 如果對方猜中了那一顆 是哪一個題目 就會有一分 如果猜中有什麼食材 就會有一分 看看大家拿出什麼 OK 現在我要做了 首先 第一個 我覺得最適合的 就是這個 可能你們不明白為什麼 但我之後會解釋 我有一個原因 然後最不適合的 我就選了 大家看到嗎 看到嗎 然後最想加的 我就選了這個 好 開始做了 好緊張 可能你們會覺得我的食材好像很奇怪 但我很肯定跟你們說 這個不是prank 我很認真地想 每樣食材 我都是有一個原因 先去選擇 而不是為了玩它 玩它 我大發時間玩 但它也很厲害 為什麼可以弄得這麼遠 我弄不到這麼遠 我都是 怎樣都會有少少扁踢踢的感覺 真的太大塊 然後弄到它的樣子是這樣的 有點臭 但 嗯 我不知道 希望大家不要吃牛 OK 要加個牆給它 讓我收拾好些東西 讓它檢測什麼蛛絲馬跡 好 輪到我了 我先介紹一下我的準備 那 這個 其實這個我自己就這樣吃 我非常喜歡 但是 我自己覺得不知為何 它們兩個不太適合 所以我就想試一下 這個就是不適合的東西 然後就有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我很想試的一件東西 因為我不知道 它放進去會是怎樣 所以我很想試一下 而且應該蠻好吃的 最後一個 我覺得最適合的是什麼 最適合的是它 它應該是最適合的 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了 首先加了這個 不要加太多 這個 不然我想弄它 這個 也要加這個 否則會不好吃 我覺得會 可以 放進去 波波聲 好 完 好 我們已經做齊了兩款不同 在鐵板上的那些是我的 在碟上的那些是Ukrenia 我們每人先試一顆 包、剪、丟 OK 再試一顆 這顆相對扁 試一顆 它 我跟進去的那一刻是比較實的 裡面是 不准看進去的 因為你一看進去 我覺得它會知道 不吃不出的 可以 你不喜歡酸的 我覺得這個是不適合 對了 這個是我覺得不適合的 因為它吃下去是酸的 給你衣服 給你一次機會 再一次吧 3 2 1 答案 我真的只想到妹 答案是 芒果乾 吃不出 但不要緊 你只要一份 好了 先試這個 扁扁的 扁扁的 好可憐 對不起 嘩 抹了 看看是什麽 如果待會不會是最好味點 最為提示嗎 因為這 overwhelming 所以他應該會覺得是最不適合 最不適合吧 我不會跟你說 因為你之後這兩顆還要半 對呀 這個是什麼呀 等等開估了會不會公平一點 什麼公平一點 你猜不到 試試看 這個應該死了 別哭了 吃牙絲 這個是很好吃的 我也想試一下 小狗叫我剛剛好嗎 嗯 是蜜蹄沙 你不喜歡吃蜜蹄沙嗎 不是 它混進去不好吃 這一定是你最喜歡的東西 錯 試到這裡 放下你的勝負肉 先放下黑色 哇 再噴了 這一顆是黑色的東西 認為它可以看得到是帕 котор wage 鎂子 首先 這顆食べgent 覺得好難吃 讓大家 Kontか 我們這個算是半個食節目 不要浪費食物 先說說什麼吧 香菇 那我回答第二個了 趁在吃的途中 它是最不合適的 YOU 真的? 搞不定嗎? 你一來就追了兩分了 這顆我自己也想試一下 芥末 對面我包了一個章魚 我覺得如果包的話會不好吃 第二個了 你最想試 這個不聞 我最想試 剛剛我們最想試的物體沙又說錯了 太混亂了 因為剛才有些出錯 我不知道配物體沙選了什麼 然後這個選了什麼 你這個選什麼 最想試 然後麥提沙是什麼 最想試 麥提沙也是最想試 麥提沙是有一分的 因為麥提沙是我最想試的 而這個我覺得是最合適的 那是否合適呢? 我覺得還不錯的 但不錯的 我覺得有味道還好 但我覺得整件事是好吃的 感覺上 因為 芥末你習慣冷吃 因為你這樣放下去熱了 我就覺得差點東西 我覺得這個你一定會猜到餡是什麼 好吃的 超級軟 問題是這個東西是最想試還是最合適呢? 我先推著一下 果醬不是它最不合適的 然後最不合適的是冬菇 那就是最合適和最想試的就是在果醬和這件事之間 果醬應該是它認為最合適的 所以這件事應該是它最想試的 這麼厲害 你裡面的東西是魚蛋 很棒的 真的嗎? 但是呢 我好像在吃魚蛋一樣 最後的結果是 換一番 耶 但我想解釋為什麼我覺得果醬是最合適的 因為張元宵的樣子看起來好像某間家事店的肉丸 然後那間肉丸不是很喜歡配果醬嗎? 我很喜歡的 我很不喜歡它配果醬 我很喜歡配果醬 然後呢 那一刻突然就覺得很合適 但其實我沒有想過味道 純粹它這個樣子 這個混合 對呀 所以我在那間家事店吃肉丸的時候 我也不喜歡配果醬 所以我就選了最不合適 沒錯 是合理的 甜和鹹和鹹和鹹是否合適的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冬菇也是鹹的 但是是不合適的 什麼冬菇呢? 我本來選冬菇是最不合適的原因 是口感 因為它很煙暗 那就是跟我的芒果乾是同一個原理 好 現在還剩下了材料 章魚 蛋 我們就不要浪費了 做完它來吃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和subscribe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有 就是如果大家都想玩的話 就可以自己買來試 很便宜的 就是整個東西買來 好玩的 又可以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還有這個煮東西吃的肉丸 沒錯 拜拜